这个幼儿园老师竟然绑架了十几个孩子 他拿着枪对准孩子们的头顶 将所有的过程全部以直播的方式播出 一时之间 人心惶惶 所有的家长都提心吊胆 这个活泼开朗 未受孩子们喜欢的老师名叫小美 在这所贵族幼儿园里 她一直表现不错 可这点当所有的孩子来到教室以后 小美的表现却十分异常 孩子们并没有注意到 他们老师的背后竟然藏着一把手枪 在孩子们开心地看着动画片的同时 小美主动拨打了报警电话 表示自己绑架了16名儿童 挂断电话以后 小美站定地拉上窗帘 封锁大门 而旁边的教室里 还藏着被她绑架的司机和同事 这两个人是无意中闯进来的意外 但小美可没打算放过他们 收到报警电话之后的骗警及时赶到 她听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以后 以为报警只是闹剧 可下一秒 小美直接朝天放了两枪 证明自己不是开玩笑 事态如此紧急 警察快速出动 转移周边群众 而此时的小美也没闲着 她将自己拿枪指向孩子们的画面发到了网上 表示如果警方不按自己说的作物 那么她每隔一个小时 就会按照孩子姓名的手字 杀掉一个孩子 而且从现在开始 她只和警长老王对话 此话一出 所有家长都崩溃了 为了安抚住小美 老王当即申请播放 完成小美的第一个要求 转账5000万 可女同事却觉得小美根本不敢伤害孩子 而且一个弱小的女子能够残忍到哪里 她召集人寿准备强攻 可当小美看到他们强攻的画面之后 直接一改淡定 再次开枪 小美决定不再等一个小时 她开启直播 从房间里叫出一个小朋友 这男孩还以为老师在和她玩游戏 关乎确认的她还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面对出而反而的警察 小美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 而这个教训就是眼前的男孩 这个活蹦乱跳的男孩正在跟老师做游戏 可下一秒老师竟然举起了手枪 在数万人观看的直播面前 扣动了扳机 男孩瞬间倒地死亡 所有的观众也都目瞪口呆 孩子们的家长更是悲痛晚分 因为此时的房间里 还有15个孩子正在等死 小美再次警告老王 如果一个小时之内自己不能和总理对话 那么就会有下一个孩子上天堂 看她凶狠的眼神 丝毫不像是在说谎 网络的辱骂和诅咒都已被她无视 为了了解小美的真实意图 老王派人搜查了小美的家 在抽屉里 他们发现了很多抗抑郁的药物 通过医院 得知小美从16岁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精神治疗 老王派人抓了小美的妈妈做威胁 可当这个母亲说出话的那一瞬间 老王瞬间身体僵硬 泪流满面 她怎么会不记得呢 面前这个女人 曾苦苦哀求自己找到侵犯她女儿的凶手 当年的小美才16岁 在公交车上被侵犯之后 老王成为了案件负责人 可性情案在印度太过于常见 这种案件到最后一般都是不了了之 小美当然也不是例外 14年过去了 当年侵犯她的人早已逍遥法外 小美却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每天靠大量的药物控制情绪 此时的老王才终于明白 小美为什么绑架孩子 又为什么要指名和自己对话 当总理得知 一个绑架犯要和自己对话时 处于对孩子们安全着想 她第一时间拨通了小美的电话 小美表示自己会放两个孩子以表诚意 而总理必须要和自己面对面对话 果然小美信守诺言 放了两个孩子出来 可让人震惊的是 其中有一个就是刚刚被她打死的男孩 原来小美在开箱之前早已换了弹家 在孩子的眼里她也真的是在做游戏 但如果依法炮制 是不是所有人想要见总理 都可以开启一场杀人直播 小美再次被社会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杀 可她并没有选择退缩 因为她要让所有人见识 见识自己究竟有多么的疯狂 这个丧心病狂的女人绑架了16名儿童 在枪杀一名孩子以后 她竟然表示自己要和总理会面 尽管知道里边危险重重 总理还是顾全大局的来到了幼儿园 在小美的指挥下 老王带总理一起来到了小美面前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小美竟然将这次对话 也以直播的方式拨了出去 小美拿出电脑 让总理查看钢道上的5000万 她想把这笔钱 均给所有受过侵害的人们 镜头前 总理按下了发送键 而接下来小美提出的要求 是枪杀强奸犯 因为在这个国家 从八个月的幼童到70岁的老人 都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侵害 每隔16分钟就有一起性侵案发生 所以这个国家的法律必须要推进 只有这样做 孩子们的未来才会安全 那些肮脏的混蛋才不会肆无忌惮 但总理也没有办法 以一己之力改变法律 总理答应小美 一定找到当年侵犯她的人 可小美表示那人就坐在后面 原来这个司机就是当年侵犯小美的凶手 14年之后她竟然坐了小车司机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也正是司机的出现 让小美不得不精心策划了这一切 可司机竟然不承认自己当年侵犯到小美 当小美忍无可忍举起枪时 这混蛋竟然抢走老王的手枪准备先发制人 万幸的是子弹并没有上膛 小美不再犹豫 坚定的抬手开枪 将这个混蛋乱枪射死 此时的警察也终于闯了进来 所有的孩子都被安全救出 小美却因为杀了人而锒铛入狱 可你看她坚定的眼神 就知道这个姑娘从未后悔 她没有伤害一个孩子 只是杀掉了早就该死的人 印度也因此再一次重立保护法 可就算如此 在印度每隔两个小时 还是会有八个女性受到侵犯 有人说印度因为这个平凡的星期四 而开始觉醒 或许吧 至少这部电影顺利播出 就已经是有所进步 阿壮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母亲 都能教会自己的儿子不去侵犯女性 而不是逼得弱小的女孩们 从小懂得保守和服从 门西亚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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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